死神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有很多 而那些已故去的角色 同样值得我们缅怀 我想其中最让人无法释怀的 是那位眯眯眼的银发男子 他脸上时常保持着笑容 内心却充满执念 他有着隐藏在刘海下的盛世美颜 他就是前三番对队长式玩银 今天这七人物质 我们就来深度了解一下 这位悲情的队长 一切的开始要从银又年的时候说起 那是一个荒芜的季节 又年时的乱局因饥饿倒在了路边 好心的银将一块饰饼递给了他 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场景下 少年与少女的命运交织到了一起 那是不知名的一天 银去王剪柴的途中 无意间目睹了一群死神打扮的人慌忙离去 只留下受伤陷入昏迷的乱局 之后银又一次目击到 之前那群人正贵服在地 将他们从乱局身上夺取之物 双手奉献给了眼前挺立的男人 银此刻终于明白 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此人 那双不满恶毒的眼神 仿佛预示着毒蛇张开了獠牙 至此银锁定了自己的目标 复仇的决心如生疼的烈焰般永不熄灭 大雪纷飞的夜晚 下定决心的银选择与乱局分别 他要独自一人 背负着仇恨 踏上一条不会归还的道路 在蓝染眼前动手杀死武藩队第三戏后 银获得了蓝染的欣赏 之后又跟随蓝染 一同见证了假面军团的负面 银一起獠牙的毒蛇 就此潜伏在了蓝染身边 时间来到主线剧情时期 一户等人为了拯救路奇亚 欲强行突破静灵亭的白道门 而就在那山大门被完全打开后 众人遭遇了 当时已担任三番队队长的银的拦截 面对吕霍们的入侵 银缓缓拉开距离 并拔出了自己的短刃 带到银摆好架势 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已然袭来 刺出的神枪以惊人的速度伸展开来 直接将一户先飞而出 主角团等人的侵入计划就此失败 在之后的剧情中 银一直扮演着坏人的角色 恶毒的笑容 加上一系列故意为之的怪异行为 很难不令人怀疑 蓝染则借助银的掩护 利用假死脱身 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恶人的身份 银用言语激怒厨森 故意挑拨厨森失去理智 后又带着脊梁实施逃狱 但被早已注意到的东师郎阻拦 于是两位队长及人物 在精灵厅中肆无忌惮地战斗起来 最后银将攻击对象 转移为昏迷的厨森 但随着乱局加入战场 当下神枪的突袭后 这场战斗被迫中断 到了露奇亚处刑的当天 银故意利用言语诱惑露奇亚 使其又产生了想要活下去的信念 也许这就是银的真实目的吧 本来已经接受死亡的露奇亚 因为银的出现 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然后就是在46时与蓝染会合 并在某只花裂看穿蓝染的阴谋后 使用法术与蓝染一同顺一致双击 在蓝染成功夺取到崩裕后 在银听从蓝染的命令 向露奇亚实施刺杀魏国后 一行三人受到大须的庇佑 于众死神地包围下安然逃离 也是在这段剧情 银对乱局说出了生前最后一次道别 时间来到现实决战片 在蓝染用计 将前往须圈救援的四位队长困住后 银与蓝染一同降临空座艇上空 但其实护停13队的其他队长 早已在现实做好了备战准备 原柳斋以流人若火释放出成锅炎上 将身为领导者的银 东仙蓝染三人围困 直到汪达怀思与一只独眼大须登场 大须将翻滚不休的火焰吹灭后 被包围的三人才得以重获自由 而后假面军团众人到来支援 并打算与蓝染等人了结百年前的安怨 被蓝染嘴顿激怒的日势里 向着蓝染发起攻击 却被银用神枪罐穿了身体 实则在漫画中 这一幕要血腥残忍得多 日势里是直接被神枪腰斩 可能是银为了迷惑蓝染所以选择出手 又或者是银为了避免日势里被蓝染斩杀 进行的施救行为 总之在他人眼里 我想这种做法是不会被认同的 之后护停13队各队长人物大败 引出现是三人组大战崩玉荣和蓝染 银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手自然而然 就变成了赶回现世的遗户 即上次失魂界短暂的一战后 两人再度交锋 神枪与天所斩月的碰撞就此上演 面对力量大幅度提升了的遗户 银不再选择保留实力 直接用出了自己的万解 这场战斗也是银首次展现万解作战 只见银将武器树枝垂下 接着摆好架式 刀光似银蛇般突出 四周的高楼建筑尽数坍塌 那亮银色的刀光如长边式的扫向银护 一时间天地都被夺去了光彩 在银的战斗中 银护注意到 这把万解的杀招不是其伸缩的距离 而是那恐怖至极的回收速度 据银自己的说法 神沙将的特点不是长度 是那难以做出反应的速度 纵使银护用出虚化 也招架不住这把号称最快的斩破刀 其实这场战斗 银的本意并非取胜 它更多是在试探银护的决心 当一户出现动摇时 它会出言嘲讽 我想银的目的是在于帮助一户稳固信念 但一户 终究还是在见识到蓝染的力量后产生了动摇 随着蓝染将最后的阻碍者清理掉 两人终于踏上了前往失魂界的道路 就在两人到达真正的空座艇后 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 伤势恢复了的乱局 出现在了银的面前 有着蓝染这样恐怖的敌人存在 银无奈之下 带着乱局远离了蓝染所在 并利用轨道使其陷入昏迷 同时隐藏了乱局的灵牙 做完这一切后 银返回了蓝染身边 我想连蓝染此刻都没能料到 那暗藏的独刃即将就要出窍 就在银的手掌 触碰到净花水月的那一刻 就在银背对蓝染的那一刻 银白色的刀光 透过单薄的衣衫直接命中蓝染 这把藏于窍中的刀刃 同他的主人一样 已经隐忍了太久 现在正是终结一切的时候 无以复加的杀意 压抑了百年 如今就是得到宣泄的时刻 不多时 蓝染已经毒发 胸口撕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将死之人终将消亡 这一刻 银的刺杀是成功的 神啊 您就坦然地长眠于此吧 但结局总是那样的出人意料 蓝染非但没有死去 反而借助这次濒临死亡的体验 促使其再度进化 那么银的下场也就可以遇见了 蓝染的刀刃无情地落在了银那脆弱的躯体上 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牵挂的人终于还是得以相见 虽然没能开口向他道歉 但我也算知足了 至此银的剧本落下帷幕 故事很短 但却被演绎得轰轰烈烈 以上就是银在剧情中的精力走向 然后是关于银能力方面的介绍 与大多数死神一样 银的主要战斗手段 同样是依靠斩破刀 不同的是 潜打状态下 银的斩破刀是保持短刃的模样 其世界名神枪 解放后根据持有者的意愿 可任意延斩刀身的长度 极限伸展长度 相当于几百把刀刃之和 神杀枪 银的万劫 在世界的基础上 扩展了刀刃的伸缩速度与距离 与一户在现实对决时 银曾言明 神杀枪的伸缩速度是音速的500倍 而伸展的距离为13000米 在万劫状态下 神杀枪的杀伤力与破坏力 都有显著提升 但通过之后的剧情 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上神杀枪的速度与距离 并没有达到银所说的那么夸张 银的那番说辞 是为了迷惑懒染虚报的数字 神杀枪真正致命的关键是毒性 刀身会在伸缩的瞬间化为灰尘 而在刀刃内侧 藏有能将细胞溶解的剧毒 待到神杀枪命中敌人后 银重新收回刀刃的那一刻 一小块带有剧毒的细小微尘 就会悄无声息地遗留在对手体内 最后随着银催动能力 毒药就能轻易将敌人抹杀掉 神杀枪的状态下 银一共使用过两种技能 无踏 双手紧握刀刃 利用神杀枪无与伦比的速度 快速向对手发动刺杀 无踏连刃 无踏的进阶招式 不断地伸缩刀刃 逆急的白色刀光将大片区域覆盖 再来是轨道方面的能力 迁返白蛇 从袖中释放出一条白色布带 围绕施术者成范围性旋转 以此达到类似瞬移或传送的目的 白斧 辅助类术法 使对手在瞬间进入昏睡状态 并短暂性地抹消调中 术者自身的灵牙反应 接下来 说说银的人物设计 这以毒蛇自居的男人 他的塑造又是怎样的呢 银首次登场 是在失魂界用他那把短刀 击退欲闯入静灵亭的遗户 这里也是我们第一次 见识到那把短小刀刃的威力 刀名神枪 枪 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 其枪支 或是古代将士们 征战杀场的长枪 无论是哪一种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距离 比起一般的刀剑来说 枪的攻击距离显然要更宽广许多 而银的神枪则是完美凸显了这个特点 可以延长刀身刺杀对手 所以这把伸缩自如的斩破刀 才背负了枪之名 值得一提的是 前打形态的神枪比起其他的斩破刀 更像是用来实施暗杀的短刃 而解放后却可以增加刀刃的长度 作者利用这样的反差感 来彰显这个能力 犹如神来之笔 神枪的特性是 伸缩自如快即如风 这样的特性就像自然界的蛇一样 因此这把刀其实还有动物属性蛇掺杂其中 但比较特殊的是 蛇的属性并没有直接反映在斩破刀上 这点可以参照链刺的蛇尾丸 动物属性毫不掩饰 神枪的动物属性 更多是表现在银这个角色的定位上 用来塑造银的性格 银的关键字便是蛇 蛇是冷血动物 它充满着邪性 以至于被冠上阴险狡诈狠毒这类的标签 所以漫画当中的银 虽然脸上经常挂着笑容 却显得格外的圣人 比如像这样 蛇还具备隐忍的特点 为抓住猎物 会寻找最佳时机 银潜伏在懒染身边百年 也是在找寻一个机会 一击必杀的机会 终于 那个机会出现了 魔刀百年 出窍便是弑神 神杀枪 顾名思义 刺杀神明的武器 这个解释是非常贴合当时的场景的 荣和崩律的蓝燃已经达到神的境界 而隐要做的 便是为心爱之人赐出那是神的异己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神枪里神的含义 因为这个字与隐的塑造完全无关 直到和神杀枪结合起来 我才终于明白 哪有什么神枪 这不过是他为了隐藏自己的野心 不下的伪装罢了 这把刀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使神 但蛇的本能使他隐忍了下来 直到最后一刻才献出自己的獠牙 就算强大如神我也要杀给你看 所以 隐的斩破刀设计理念 虽然有动物属性在里面 却是偏抽象化的 因为始终要迎合这个角色作为是神者的形象 算是作者的别出心裁吧 而有着蛇属性的神枪 演化为带有毒性的神杀枪 其实一点也不会显得突兀 因为蛇有毒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即使是隐这样冰冷的蛇 也有它的七寸 也有属于它的温柔港湾 尹所做的一切 开端就是乱局 但尹所做所为乱局真的愿意接受吗 对于乱局而言 这样的等待 何尝不是一种煎熬 一种伤害呢 我想尹其实是知道的 但那又如何呢 既然下定决心那便贯彻到底 在尹的眼中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为了取得懒然的信任 他做过许多伤害他人的事 这些与他没有关联的人 他很难会生出任何的怜悯 他在乎的只有乱局一人 其实尹跟一户的做法一样 都是为了保护同伴而战 但性格使然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尹本来就象征躲在阴暗角落的蛇 他又怎么能够融入 近光明扑洒的环境呢 不过 尹的确也有感性的一面 主角五人团攻克徐圈时 尹曾经操纵回廊 是路奇亚与披着海燕身份的亚罗尼洛相遇 我想 他一定是知道海燕与路奇亚的瓜葛 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这算不算银在变相帮助路奇亚解开心结呢 至于结果如何 就看路奇亚自己的造化了 因为他已经最大限度地做了自己能做的事 想来 这也是作者为了让银的人物形象 更加饱满所作的设计吧 最后 银的死虽然叫人难以接受 却也是最好的结局 试想一下如果银还活着 那等待他的又是什么 银的所作所为 尽管情有可原 但四十六世的人真的会放过他吗 或者躲藏在现世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不管是哪一种 在我看来都不是这个角色的归属 一个角色在完成了他的剧本后 安然离去 这才是最幸福的吧 况且 他在生命最后拼尽全力 上演了一出华丽的原舞曲 短暂但激烈 只有死亡 才能凸显他的存在意义 才能将演出生化 自他决定踏上这段旅途 便再也无法回头 悲剧早已注定 世人是心 到最后虽不曾改变故事的结局 却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最深的记忆 再来是关于神枪的原型解读 神枪 其实是把中国火枪 这是我在查找相关资料时 借鉴了别人的想法 我顺着这个想法去了解延伸了一下 神枪 中国古代的火器 或成飞枪 神机枪 神机火枪 是一种发射箭矢的管型武器 神枪的发明流传了两种版本 其一是在明朝永恶宁间 明军与安南交战后 俘获了齐国王子后所研发 齐二则是在红武21年 由明朝将领穆英 为了穿透像兵战相 那坚硬的皮肤而发明 两者间的联系还不止如此 据记载 明朝诞生的火器神枪 经由后世的改良 装配上了脆毒的弹药 同神杀枪的猛毒效果一样 可以实现从身体内部破坏对手 有关神枪刀弹的内涵 神枪的刀弹部分是呈现 英文字母S 数字8 类似这样的形状 这个造型非常像自古流传在西方国家宗教 即神话中的贤尾蛇符号 贤尾蛇符号 是指一条蛇祸龙正在吞噬自己的尾巴 因此形成一个圆环 但也有形如墨比乌斯环那样的纽纹状 贤尾蛇与墨比乌斯环都有象征循环 永恒 无限大的意义 其中贤尾蛇符号更是有自我吞噬者的意思 将这些信息对应 因这个人物就是化身为蛇 终会因过于自我的举动招来毁灭 但那份执着的情感人会循环往复勇士留存